这个快塞事迹 前有高登 后有大兴 那尤其大兴呢 这件事情 呃 乔欣你觉得是纯属被骗 还是说呢 像刚刚委员特别提到说 有一只手介入 还真的是要捞好处 当然是有人要捞好处啊 我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有合法跟不合法 这次是非法的嘛 那合法的是哪一种 就是那个福佑达嘛 我一堆朋友跟我讲说呢 他们筛那个快塞都筛不出来 筛老半天就有确诊哦 确诊的人筛 筛老半天筛不出来 筛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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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已经有症状了 都发烧喉咙通了 筛不出来啊 一大堆这样子的案例 他就什么 要你做个好黑数嘛 所以这就觉得 好的黑数 要你做个受到上帝祝福的好黑数嘛 他们就是希望你这样子 但是呢 这次是什么 是诈骗 那我要去讲说 我觉得还必须要追查一件事情 现在那个负责人之一的 就黄南静先生 他已经被收押了嘛 刚刚看最新的新闻 那如果你在司法审判的系统里面 你去搜寻黄南静这个名字的话 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前科记录 那但是呢 因为有可能是同名同姓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系统 去比对他的身份证字号 但是如果这个黄南静先生 他先前就已经在公司来讲的话 他有犯下过非常多 包括伪造文书等等 相关的行民室的问题的话 那你还让他来发包你的这个快筛事迹 会不会太过离谱 所以你食药署 你在你在决定说哪些代理商 哪些可以核准的时候 你没有替县市政府去把关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当然 陈时中逃过一级 哦哦 确诊中 不需要接受访问 不用面对 不用面对 躲起来了 确诊无敌新星嘛 好去领无敌新星了嘛 但是我觉得说真的 如果你未来要选台北市长 我完全没有办法信任你耶 你台北市会不会都这样发包啊 什么东西都被人家骗啦 A骗你 B骗你 C骗你 那我们台北市民的权益放哪里啊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民 对陈时中这种人 我觉得这个事情会为他记上一大笔 好 那目前在持续发酵的人 就是这个石斑鱼之乱 那么大陆呢突然禁止 我石斑鱼进口到大陆去 那民党立委呢 王美慧就痛骂 说简直是贸易渣男 他怎么骂的 他说大陆又再次诬赖台湾农移民 只称从我国进口的石斑鱼验出了药物 再度突袭式暂停我石斑鱼进口 那我会积极提出意见 已经药物检验的相关证据 而且呢他说 这些我们政府对于外销鱼类 都有非常严格的把关 出口的时候并没有验出相关药物 怎么会一到大陆呢 就被指控验出禁药呢 而且大陆对于这件事的反应 就是已读不回 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贸易渣男 好 对于王美慧呢 他骂对方是渣男说我们这边明明检验把关 都没有问题 怎么一到你大陆呢就出事 那这个我们制作人就说 有没有很像啊 就是我家的儿子很乖 都是被你带坏的这种感觉 那就是检讨对方啦 我们自己都没有错 好 那历史哥是这样看的 历史哥呢说台湾是吃汗 他说其实从去年4月开始呢 大陆就有接连回报 台湾的石斑鱼有状况了 而且每一次大陆提出警告的时候 就只有台湾回复对方没有再回闻 所以两岸之间呢根本就是断线的 他说最像是你喜欢人家女同学 每天写情书给人家 但对方从来没有回你 直到有一天对方打你一巴掌 叫你不要再烦人的时候 你才说我们互相通信凭什么打我 但事实上人家就没有回应啊 这不就是吃汗吗 好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是政委邓正宗他藉由出席WTO 部长会议的时候呢就直接点出 这个WTO的会员国反对经济胁迫手段 呼吁各国要遵守违反啊 继续为台湾的这个凤梨啊 莲雾四家十斑鱼等这些产品 要争取一些权益啊 他等于也就是暗批大陆不让台湾 农鱼产品进口则是违反WTO 自由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但我要讲的是邓正宗你有没有搞错呢 其实大陆是长期片面的让利台湾 你真要说违反WTO原则 这才是违反嘛早就违反了 委员 今天是2022年6月14号 对 我跟帮大家回忆一下 去年6月18号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只是一年而已 6月18号纽西兰宣布禁止 台湾的荔枝跟芒果进口 理由是说 他发现台湾的芒果荔枝里面 有东方果营幼虫 所以禁止台湾的芒果跟荔枝进口 然后当时农委会主委 还是现在农委主委主委叫陈吉仲 他怎么回应呢 尊重当地进口国的处理 你看多么客气 是 他有没有跳起来 纽西兰你违反WTO的规定 我们台湾的荔枝跟芒果 都有经过很严格的检查 一定是你诬赖我 有没有这样讲 奇怪 纽西兰进口我们的荔枝跟芒果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总出口量的一小部分 就被逮到了 对 那到现在听说还没有解禁 那请问你 那我们出口去大陆的 不要讲说现在的死班鱼 前面世家不是大陆说我检查出什么 而且对你的进口商 虽然没有对你的 他应该不承认你政府 他觉得我们九二公司 没有确认的话 我就不跟你政府打交道 但是我有跟你的进口商反应 然后再来后来不是有芒果吗 凤梨吗 凤梨联务 对好了联务 现在有石班鱼 大陆说 我又不是没跟你的出口商 进口商讲 我跟你讲过了 对不对 但是你政府没有反应 那责任不在我了 好 那我们说要打到WTO 万一拿出来的检验报告 我们被打你打得很惨 这个时候等于WTO就公告 我们出口的农产品是有问题 会不会更惨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 很客气的讲说 尊重中国大陆当地进口国的处理 你讲不出来是吧 还是你想要利用这个机会 看能不能延续那个反中抗中的情绪 这样其实也可以 如果你觉得这样有政治红利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是你弄下去的话 它还会开放进口吗 通常这个东西就说 好我可能会给你个三个月 或者半年或者一年 让你处理完了以后 我们有机会再检查就可以进口了 举个例子 台湾以前有发生过这个口提议 我大家都忘了 谁第一个就禁止台湾猪肉出口的 到他国家的 日本 民进党最喜欢的日本 第一个时间就禁止了 我们怎么卑躬屈膝 我会改善 改善还请你的日本人到台湾来观察 观察我们的组织的改良 情形有没有很好 我印象都好像搞得五六年七八年 我忘了 最后日本人说免于同意 那请问你 你很简单啊 你就欢迎大陆 派任何人到台湾 到我们的池塘里面实际去调查 这个动作做不出来吗 还是你非要跳起来说 喊的漫天尬翔 哎呀你都坏啊 你欺负我啊 你这个证据造假 我都没有问题了 这是不是取得台湾公信力的一好办法 不要忘记哦 台湾农产品出口去 曾经因为出问题 而且被当地的这个进口国 这个类为禁止事项了 不只纽西兰哦 还有澳洲哦 还有新加坡哦 还有什么中国大 还有日本还有韩国 都有过这个记录 是 那你要做一个自清 你要证明中国大陆 这个检验有问题 那你就把第三方找来嘛 很简单 把第三方找来很客客气气的 你态度如果客气的话 你中国大陆要装样子 它也很难装嘛 很难你装的时候 在全世界面前 你也装不下去嘛 那我们又不是记录很好 如果说只有中国大陆查出来就算了 纽西兰澳洲都查过啊 所以你面对这个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你处理的态度很明显的 陈吉仲跟民进党政府 是要把它政治化 对 那请问你政治化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对他们选举有好处啊 如果对农民 牺牲农民能够对选举有好处 我觉得 这个倒是一个伟大政党的伟大作风 我也没什么意见 农民是死忠的 而且我们拿十亿救市补贴农民 那结果是什么 你说你维持的凤梨的销量 问你凤梨的产量减了快一半 是 为什么 因为农民觉得我种多 我卖不掉了 对 那你说哎呀 我什么国君弟兄吃啊 还叫民意代表公子人员 大家抢着买啊等等啊 帮助农民 这是好的 但请问你这长久之际吗 当然不是啊 那消费者当然很开心啊 哇 东西不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话 我的 凤梨的价格便宜啦 石斑鱼多贵啊 那是不是接下来便宜了 接下来石斑鱼就会降价啦 对不对 因为石斑鱼其实大概都是 比较汉民族喜欢吃啊 我相信大部分其他民族 很少人吃石斑鱼啦 包括美国很少吃石斑鱼 大概汉民族啊 什么新加坡 香港 澳门 台湾 日本大概也吃一点点 所以销售个地区就是相当有限嘛 那你相当有限的你要把它操作 那对农民是好吗 你要知道中国到底怎么面子拉得下来 说以后继续进口 是不是让 眼看看的让台湾的石斑鱼的产类 就跟凤梨产类一样萎缩 你就很开心了 哎呀我得到选票 现在老百姓有那么好骗吗 我开始在怀疑啦 有那么好骗嘛 所以你处理的问题 这角色一开始就心里面就有鬼 自己事情没有做好 就想要把它政治化 那觉得我继续喊反中抗中 如果在2019年 2020年我相信反中抗中是有用的 因为有那个大背景 就现在啦 中美的斗争的局势已经改啦 已经整个的翻转了 我不相信你 你觉得今年不吃香了 今年选举不吃香吗 就不吃香了嘛 对不对 以前川普还叫台湾喊打喊杀 现在拜登呢 刚开始好像很硬 现在拜登也比谁都软了 不是吗 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谈 就已经告诉你 美国都比谁都软了 连那个中国大陆国防部长 当着那面校正 他都点点啦 对不对 我不习一战 这个什么呀 这个美国 我们还是希望维持现状 所以态度都软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 再去搞反中抗中 台湾老百姓看得懂的啦 你有没有照顾啊 如果说你说我这个石斑鱼 我给你十一二十一好吧 纳税人大家 这个稍微补贴一下 互相帮忙嘛 那请问你 你要保证石斑鱼的产量 不要萎缩 不要像凤梨这样萎缩 你要保证石斑鱼的价格 不要跌落 当然我不希望民进党 心里还像以前那么恶毒 以前都恶毒呢 大陆游客最好不要来啊 不来了以后 你看我们台湾人到 到这个游乐区玩的时候 都不拥挤啊 路线坛都空的 多好啊 对不对 饭店旅馆都可以降价 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 那些经营的人 那些员工也是我们的同胞 他吃饭他养家 钱从哪里来 你要这样想 那些卖什么凤梨酥呢 现在有多惨啊 那些旅游的行业有多惨啊 以前我一个朋友在卖凤梨酥啊 他说以前卖给大陆客是一箱一箱卖 现在卖给东南亚就是 我们民进党政府花钱 去从东南亚旅行社去 揽客来的这东南客人 他是什么 三颗一包 五颗一包这样在卖 让人家已经处于这种惨境 叫人家怎么养家活口啊 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政府 你不要以为说现在 因为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 赚了很多钱 一年都一千亿美金 两千一千五百亿美金在赚 所以你中央政府税收 现在收了很多 每一年都超收 就是因为粗糙到中国大陆 那你超收的这个东西 你拿什么十亿五亿拿出来乱花 乱花你没办法做长久之计 那你现在你还要把这个中国大陆 当做什么 当做你选举的工具 那牺牲了中国大陆才不理你 牺牲了谁不是我们农民吗 对不对 那这些苦哈的老百姓 也许今年领到你的补助款 他觉得不抱怨的 可是明后年跟凤梨一样啊 产量减一半呢 今年你还有在补助吗 没有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 民进党政府不太像在执政 他想每天都是挖东墙补西墙 这个头痛衣头脚痛衣脚 那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的农民以后要靠谁 那如果说农民因为你喊一喊就 哎呀中国大陆不对 我民进党政府都没有不对啊 我民进党政府做的多好啊 就是中国大陆不好 所以你们这个收入才减少了 那农民也许这样你哄一哄票继续投给你 一年两年三年还行吗 对整个台湾有什么好处 唯正者还是要有一点的基本良心了 不要以为陈吉仲躲得了一时 也躲不了永久 跟刚才那许议员讲的 这两天那个谁啊 那个陈始终可以躲个几天 陈吉仲不是也是在躲说 我正在防疫期间你怎么可以啊 但是他一直有出生哦 他虽然是确诊多强 但是还是有抓存在感 对啊他存在感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趁我现在在疫情时间 我正式居家隔离的时候 你才宣布让我意识 让我没办法处理 好像他没有确诊就很有办法一样 你光为出生没有用 也没有办法 陈吉仲你不自称为是这个农专家吗 农业方面的一个大博士吗 这表现给大家看嘛 有他的表现就是 撞告WTO 他就一直向WTO告状啊 我看看你什么时候递状 递状结果怎么样 WTO的事情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呢 先前大家记得吗 凤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 我们要撞告WTO 有啊 结果都没有叫了 联务的时候有没有撞告WTO 有啊 结果我们在WTO哪里呢 是在他的防疫检疫的委员会里面说 我们想要跟中国大陆讨论技术问题 没有讨论贸易壁垒 也没有走SPS争端机制 更没有透过争端解决架架 完全没有 就是骗人的嘛 就是骗人的 所以 连申诉都是骗人的 对啊 前两次都是这样子啊 他就说 我们来讨论技术问题 那什么叫技术问题 就是说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地方 是我们可以改善的部分 这才叫技术问题嘛 这里面的技术就是 就是药啊 虫啊等等 这叫技术嘛 但是呢 民党在国内的时候怎么讲 说这是政治问题 这是贸易壁垒 这是中国大陆不愿意跟我们做生意 好可恶喔 还趁我228廉价趁我确诊 但是实际上 跑到WTO去的时候 跟人家讲的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政府很恶心的地方在于 他跟台湾人讲一套 出去WTO跟外国人讲另外一套 他觉得你不会发现 你不会去查 你不会追踪 你永远不会知道 所以呢 每次都骗骗农民嘛 然后叫大家吃嘛 我们也爱台湾 好我们吃石斑鱼吃凤梨 结果最后呢 我们的凤梨销到新加坡 跟销到日本的时候黑心 黑心的 黑心到人家新加坡是直接多丢脸 直接从超市去把它下架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剩下8% 日本的凤梨我们销到日本去 东西卖不出去 价格非常低 所以我觉得说成吉仲 他有时间在那边讲一些543 民进党有时间在讲人家渣不渣男 是不是要好好的辅导台湾的农业机制 让我们能够卖出去的时候是好的产品 最后石斑鱼 石斑鱼他们说 我们4年前就注意到中国大陆一定会拿石斑鱼开刀 我们就开始建构冷链系统 要卖到美国跟加拿大 结果4年来的成绩是什么 冷链0.21% 然后呢销到中国大陆的石斑鱼99% 这就是你4年来所做的产业 而且销到大陆的石斑都是活鱼吧 他其实用不到冷链的 所以他冷链建制的非常少 所以根本就是今天出事了 他为了去找 因为他知道大家就会说 那你先前没有想过 之前已经凤梨啊 连雾都被禁了 你没有思考过 你没有政策 他为了想要去蒙蔽大家 对他的检讨跟认知 所以他就说有有有 我们4年我们早就发现了 可是真实的数据是 99%消往中国大陆 你口口声声说的冷链 只有0.21个百分点 提到WTO 我觉得最好不要丢脸去了 为什么 WTO我保证你 第一个根本告不成 第二个你会输 第三个中国大陆不用跟你打官司 基本上中国大陆只要提出 他另外一个清单 就单单说你台湾禁止我哪些东西 第一个台湾让日本葡萄进来 美国葡萄进来 智利葡萄进来 很多中南美国家葡萄进来 就单单禁止新疆葡萄 品质比他好 价钱比他好 就是不准进口 还有呢大陆上的桃子 李子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 然后请问你 你是让美国的李子进来 让其他国家 就是不让中国大陆李子进来 台湾禁止中国大陆 不只是农产品 工业产品一概禁止 不要讲别人最好笑的是什么东西 全世界最好的电池 是中国福建宁德县的宁德时代 那是日本厂变中国厂的 你说日本厂也可以啊 有日资嘛 你说中国厂也可以 中国的资金占对大部分 全世界最好的电池 然后他说禁止他的电池 进口到台湾来 你们台北市的公共技术不准用 可是 TESLA都装宁德时代电池 他就可以进来 你说这个政府是不是怪不怪 就是因为马斯克就可以 其他人就不行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为了操作这个反中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奇怪 他忍耐力也过强 是 然后今天对于史班尼 我们台湾这样指责他骂 他好像闻风不动 那你就照搬了 不然你证明说你没有嘛 这是用态度啊 那到了WTO的话 你要类出来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工业产品 什么产品啊 被禁止的可多了 比如说 我们台湾可以宁可去 日本韩国买那种二手货 然后去贴成台湾牌 假装成台湾生产的东西 你们台北市的公司 都只有这种情形 贴成说台湾自产的 那观点知不知道 知道那中国大陆比这个好 比这个便宜 就是不准进来 那农产品也是一样啊 那台湾唯一没有去限制的是什么 是中国大陆的中药 为什么 因为其他世界离去没有这种中药 是我们只能从大陆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民进党政府 这样的一个操作反中 是不是已经到了 这个最基本的国际标准 离得很远 那你这么远的话 你怎么好意思去状告WTO 真的好意思 我刚才被习一员挑出来 你哪有告啊 你跑到那边去陈情 你不是陈情 哀求人家跟你协商 中国大陆你派个技术官员 来跟我协商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你检查的有问题 还是我检查程序 有点像说 哎呀到底你的快塞剂 跟我的快塞剂有哪里不同啊 农业快塞剂 这有意思吗 委员真的好意思啊 他状告WTO之后 陈吉仲还说 我们凤梨能够克服 石斑鱼当然也没问题 可是刚刚其实两位都有特别提到 我补充 我跟证一下刚刚的数字 那2021年石斑鱼呢 销售到中国大陆的总额 具体数是99.31% 然后呢冷链的比例是0.68% 都还是很低 很低极低 那之前其实凤梨啊 世家联务两度都提报这个WTO 完全被已读不回 所以这次大家想说 我们也抗坏这个石斑鱼 应该也很难啦 那但是农委会很有信心啊 农委会就说没关系啊 一次不行就是两次啊 他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我回应一下渣男的问题啦 这个是他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分手信了 什么分手信 他已经说了凤梨世家 石斑鱼 穆阿姨在什么时候 108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准备说我们要分手 为什么 对中国的依存度太高了嘛 他就做了一企业的行销方案嘛 他说我要分散 结果我卖到多少 他说我成功出口到美国 30吨 出口到中国是多少 是6000 石斑鱼这个议题其实很好玩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大量出口到中国 2010年 我们去看那个农委会 他的出口数字就有 2010年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大量出口到那个中国 那到哪里的高峰的时候呢 2014年的时候 2014年的时候达到 我们出口的最高峰 那时候是多少 14000吨 接下来是每年递减 每年递减 一直递减到多少 递减到6000吨 所以这个危机早就已经有了 他不是说什么 那个他什么两年前 三年前发现 2014年他接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我就不知道说中国为什么会忍他忍那么久 中国自己有没有产石斑鱼 有 他的产量是台湾的八倍 那我们现在卖过去都是活鱼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活鱼 从那边远远的运过去 他自己就可以买了嘛 他自己本来就有 那我们再看土环树的问题 土环树的问题 他是只抓我们的石斑鱼 还是他们的也有 他们其实都抓 最近中国常常自己 他们也很注重他们的食安问题 所以他们自己的土环树 他们自己的用药超标 他们也都抓 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那每次只要出现了这个 大家就把它变成政治事件 无预警宣布 无预警发现 这没有无预警的问题 你从100 那个2014年的时候 你两样关系开始紧张了 人家就已经开始逐步减缓了 你自己就要有反应嘛 那冷链你知道石斑鱼是活鱼 大家都喜欢吃活鱼 而且只有中国才吃 你去做冷链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所以大家早就预警 那用药禁药的问题 去年的12月 我们其实就已经有 两家石斑鱼的出口厂商 他因为有被抓到用孔雀石绿 所以就已经暂停进口了 这个时候农委会不进去辅导 这个时候农委会不进去帮忙 然后你到了现在 你才说无预警分手 我要去WTO抗议 这个到底在哪里 那我们今天你要看到说 大有为农委会 厉害农委会 你就像2010年的时候 你去事业找另外一个最大的出口厂 你去再弄一个14000吨出来 你先找不到出口商 你只会骂别人是渣男 人家早就跟你讲 我们的感情有问题了 我们要分手了 你自己在两三年前 你也说我们迟早要分手 说的斩铅截铁 人家现在跟你分手 发现你有问题 你才骂别人是渣男 谁才是渣男 我觉得农委会才是渣男 而且不只骂渣男 现在还有官员是这样 他们是引导成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这个是中共暴富 要企图影响台湾年底的选举 而且还警告说 这只是一个小开端 后续还会有 那怎么分析的呢 说石斑鱼产地分布在台南高雄屏东 这些都是南部县市 都是民进党执政的 所以战术上是对岸 针对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开刀 果然来出来了 是不是小新 那台东的世家呢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说法 真的非常的荒谬 实际上就是说 你今天他要去进我们 EGFA早送信案的东西 他都有举出一些实例告诉你说 这个中间他曾经有告诉你 哪里有问题 比如说戒壳虫啊什么的 再来就是你觉得 限制这些南部的农产品 进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对民进党而言真的有产生什么 这种政治上面的效应吗 没有我觉得那只是他们的借口跟托词而已 因为农委会最会什么 他不会去辅导民众 就是农民去做黑心凤梨的改善 然后也不会辅导民众说 这个石斑鱼他出口之前的 那个下游的厂商 是不是有去加药或等等的 不会他们在专门做什么的 做发钱的啊 做补贴的嘛 做补助的嘛 那农民他基本上就是拿到补助 那补助的钱哪里来 不就我们台湾人的纳税钱吗 6月要缴税啊 我们的缴税的钱很多 就是拿去补贴农业啊 我不是反对补贴农业 但是你农委会 如果只剩下补贴农业 这种所谓的变相绑装的工作 对国家的整个农产品的 产业的竞争力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应该是要让他能够 产品销到全世界 也可以销到中国大陆去 农民赚的钱赚的越多 他未来他可能公司他也缴税 缴税台湾的这个税收变得更好 这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但是呢 陈吉仲都在干嘛 陈吉仲他去年一整年下来 他最努力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四大公投啊 就是要让萊克多巴胺的猪肉 能够进口到台湾而已嘛 他就在做这件事情嘛 然后每次呢 他出风头的时候 什么就是我们各种农产品 如果有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时候 就跳出来说是政治攻击 政治打压 这个都是同一套的 所以你当时要喊抗中保台的时候 你就要有这个肩膀 抗中保台之后 ECFA的早收清单 如果一项一项背景 你既然你要选择抗中保台 你就要有那个勇气 去解决后续产生的问题 不管我们刚刚谈的是经济上的 或是现在讲的是政治上的 那你做不到 他们跟我们做生意的时候 你说他们是在统战喔 他们卖东西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跟他买卖的时候 你说这是在统战 然后呢他们不卖给我的时候 你说这是政治打压 那到底要怎样 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嘛 太难了 所以你看民进党他扯到中国大陆 什么都可以讲 就算今天他提出 中国大陆他有没有提过会台政策 有很多的会台政策嘛 有ECFA嘛 然后早收清单等等 这些都是对台湾的这个产业 跟民众有帮助的 他们是怎么形容这件事情的 是叫做公平贸易吗 不 他们是说这是统战的一环 非常的可恶 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拒绝 蔡英文还说我们要发行 反ECFA公投 可是他们执政以后发现 如果我把ECFA废掉之后 那所有的民众会算账在我头上 这个时候变成 大陆这边如果有任何的 不管经济或政治上面的 不再跟我们做生意了 反过来骂他渣男 所以我觉得最糟糕的 就是这种两面手法 以及对台湾人说的是一套 走出世界到WTO说的又是另外一套 好这件事情呢 其实经济部长没有说话 说话的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好吴钊燮呢 说北京先是禁止 台湾生产的凤梨 现在又瞄准台湾的石斑鱼 跟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 就是败笔 好他说只是帮他们添军火 好那另外来看到呢 就是国防部长也没说什么话 倒是我们的这个立法院长 尤锡坤说话了 他说了什么呢 好水牛伯说呢 台湾已经有射程2000公里 可以打到北京的云风飞弹 好所以中国清台前要三思 好不过今天呢 这个水牛伯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 赶快改口 他说我没有这样讲 是讲我讲的不够清楚 他是看这个媒体报导才得知 那当然最后还是强调说 哎呀还是要两岸和平啦 委员 我这想好笑啊 民事长这些人 他觉得骗数的骗的功夫越来越低 不是那他不要改口啊 尤锡坤干嘛改口 前乳即穷啊 回到前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哎呀如果说要政治报复 哎大陆政治报复找这个石板鱼啊 会不会金额太小了一点啊 要报复什么 我们都知道大陆很流行那什么 什么单车啊共享单车啊 每一年的单车的数量生产那么多 可是大家不晓得 他的单车很多的零件是从台湾买的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 还有制造单车这些很多零部件的机器 是从台湾采购的哦 还有这些手工具都从台湾买的哦 所以台湾一年对中国大陆机械产品 出口量那么大不是没有原因的哦 那因为很多台商做这个生意 也到台湾来买这些机器啊工具机啊等等 那请问你这个金额比那个石板鱼大几倍啊 不要去算不要去看统计数字 你光用什么 用个大脑的一颗细胞来想都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 大陆要报复不会报复这个吗 为什么要报复 他还没有想一想 他更大金额的什么科技产品 他还有科技的相关设备 他还没想啊 所以觉得大陆拿要修理台湾 拿这个金额最少的修理 你会不会太看不起大陆的政策了 他政策制定者有这么啪奇吗 说难听的这样子 那这水牛舶 那反应什么 水牛舶就要用啊 台湾人就是用 敢说敢做敢拼有規模 水牛班啊 你怎么突然间没規模 我台湾就是云峰飞弹啊 台北市到北京的距离是1720公里 我们的飞弹可以打2000公里 那一定打得中什么中南海的嘛 因为多威 你敢打我就打中南海 对不对 而且啊 听说我们是六马赫的 我们越吹越牛 简单跟各位讲几个观念 美国现在全世界公认 最好的巡逆飞弹叫战斧飞弹 大家都知道战斧飞弹 有实战绩效 而且有科学数据证明 他真的很行 他也才最高速率叫一马赫 什么叫一马赫 就每小时可以飞1225公里 就是音速 所以我们的银峰飞弹可以飞 六马赫 六马赫等于是什么 弹道导弹 就是打到外太空 直接从外太空下来 用重力加速下来 那个速度就是五马赫 我们比这个还快 然后我们可以飞2000公里 一个飞机 要飞1000公里都要加油 我们能够飞2000公里 鼓掌鼓掌鼓掌 那很好 我赞成我们技术人 然后怎么样 还能够穿透中国大陆的 所有的飞弹防空网 你知道吗 北京不是在沿海 北京不靠海 北京是在内陆 所以十一五倍啊 你就觉得可行 你就试一次看看嘛 对不对 你就试一次看看嘛 那我们台湾就有保障了 你看你中南海 随便都打得到了 你还敢打我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用怕了 对不对 我们就 还需要买那么多美国武器吗 我们光给云冬飞弹 就可以什么 对大陆进行斩首行动 多威啊 对不对 听起来越来越兴奋 台湾人无够用 可是你为什么第二天就说了 对啊 为什么经验改口 还说我没有这样讲 24小时不到 什么云冬飞弹就说起来了 就变成什么 既没有云也没有风 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 水谷飞弹了是不是 所以我是觉得 民进党有时候很爱碰风 包括民进党有几个 伟大的立法委员跟名嘴 还曾吹牛过 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飞弹 我们可以打到什么 我们可以打到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打到长江三峡大坝 我听的是会晕倒 他也许没有看过长江三峡大坝 长江三峡大坝 跟我们台湾那个十门水库 这样的一个宽度 可不一样 可不一样 绝对是不一样 光要通过那个大坝 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行水口 就要走好几个小时 你说大坝有多宽 你那个一点点的飞弹 就能够打到长江三峡 你知道要经过大陆几个省的防空网 要经过多少的距离 巡异飞弹是贴地飞行 跟那个弹道飞弹都打到太空中 下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台湾的有些人 要增强台湾自己的志气 千万不要去碰轰 碰轰是在骗自己 骗老百姓 战争这种东西 骗老百姓是很不道德 你就比泽兰斯基还差 泽兰斯基当时要撕毁明斯特协议 什么叫明斯特协议 简单讲就是九二共识 乌克兰九二共识 他也讲得很猛 撕了就撕了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要加入北约 我就把明斯特协议撕掉 明斯特协议两边的条款都不算 明斯特协议是维持 俄乌之间的和平状态 最好的一个东西 俄罗斯承认 乌克兰也不吃亏 然后法国德国都保证 结果呢 你自己撕毁了 然后战争开打了 拜登还讲说 拜登开始把杖烂到你头上了 我跟你讲 俄罗斯要打了 你那些明斯特协议 最好拿出来晃一晃 他不肯啊 结果呢 他现在跑到香格里 去对谈讲说 哎呀战争之前 最好还是要用外交方式来努力 外交谈判防止战争才是上策 不是刚讲完吗 这样讲吗 这是什么 齐言也哀 后悔来不及 那俄罗斯承议 你不够用 我跟你讲 人要用是没有错 有记录也没有错 但是 这个阿昆伯 但是至少要用点脑筋 不要你说报纸上 或者哪一个军方的人跟你吹牛 我们有云风灰弹你就相信了 那你跟食药署也不相上下 他跟你讲说 这个举手 我这个是很好的快筛技 你就真的相信 是民进党政府习惯上自我欺骗 顺便用这个来骗别人是有效 所以他一直在用下去 当然了 如果说我今天财主委讲说 云风灰弹这里不好 那也不好 搞不好很多网友都开始骂我 你不爱台湾 你对台湾没信心 请问全世界的武器 没有上场都不知道好不好用 不要讲别人美国就是个例子啊 你看 美国以前搞在滨海作战舰 听说要卖台湾 自己或我耀武扬灰 滨海作战舰是隐形的 多厉害多厉害 就上场了一发现不行 现在用不到十年全部要退役 军舰三十年四十年寿命的军舰 只用十年不到都要全部退役 所以 连这么一个军武大国都有这个问题 其实俄罗斯中国大陆都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台湾武器被质疑它的功能 又有什么不对 你能打到北京 以前国民党的人还有讲说 我们台湾的飞弹可以打到香港 我说对啦 香港打得到 因为香港没有飞弹防疫系统 可是偏偏香港最不能打 为什么 那些财产不是中国大陆财产 大部分都是英国跟美国的财产 你自然眼睛照亮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 为什么台湾很多人在讲话 这基本常识都过不了关 对 可是而且是大官 大官就可以这样子信口开河吗 因为水牛伯今天又不认了啊 因为他们那天在立法院 摆那个打架姿势太兴奋了 所以你很少见到一个立法机关的首长 他会去讲这种话 讲这种话一般是什么 国防部 或是行政长官 他因为有国际情势的压力 他在讲这个 可是他应该是上一次 那个国会外交的时候 摆了那个打架姿势过于兴奋 我只能说现在我们真正的战场期在哪里 在WTO 因为WTO出来之后 我们就希望以商止战 尽量用贸易来停止我们的战争 因为当年有互相依存的时候 打仗成本变高了嘛 我们会选择和平 选择学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认清战场 真的农委好好想一想 下一个出口国在哪里 帮农民创造新的出口商机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